俄罗斯老丈母娘跟中国老头约会吃豆腐脑是啥事的呢 看看这一大早晨六点多 全家都起来了 等着陪我老丈母娘约会吃豆腐脑去 我心话了 这老年人的约会真是与众不同 正常约会不得约个咖啡 吃个西餐晚宴啥的 他这倒好约个吃早餐 还是约得吃豆腐脑 猜猜这么早就帮人打架 这他约个会全家人跟他操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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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走不要紧 还问他海边有没有房 哈哈哈哈 他有地方住 哎呀我张翔说也得回留第二号码了 他说他说身高不够车可以错我他说身高不够车可以操我他把比我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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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给你找的 不是哎呀你再说用一遍多少 85NA 一米五八 反过来说一米五八 哈哈哈哈哈哈 小伙子 哈哈哈哈 肯定是不说过了 肯定是不说过了 他还得找高的 哈哈哈 高给你找了 你不问他 跟你说吧 高不帅 我给你找了 高不帅 之前是谁说的要找个高个子的中国丈夫 现在要说身高不重要了 他干嘛 我走了 你走吧说 你再不用转上到他喝个动作脑 完了直接吃 你发位置给我吗 好 拜拜 拜拜 哎呀哎呀 他去呀 毛大哥呢 哈哈哈 要跑 哈哈哈 笑死我了 说一下不爱 哈哈哈 行 拜拜说 我不开车哪天陪你喝啊 说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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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能 哈哈哈哈 妈哭了 看你就哭了 妈哭 哟哟哟 哟哟哟